Hello 大家 我是Melody 黃友文 我是一個音樂製作人還有創作人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鼓勵 如果你也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創作 或是你是藝術家 有的時候會有人問我就是怎麼開始創作 或者怎麼可以寫更多的歌曲 那我有兩個建議 可能第一個建議呢就是 特別是你年輕的時候 你不要太完美主義 因為我也認識很多年輕人 可能他們就會卡在第一首歌就不會寫完 因為他們就覺得那第一首歌就已經寫得很好 我覺得不用這樣子 你就把它完成 Maybe 它是OK的歌 但是Maybe 神要給你第100首歌 是非常棒的一首歌 但是你一定要先寫完前面99首歌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定剛開始的時候 不要完美主義 你就想你就多寫 多去完成一首歌 完成了 Move on next song 完成了 move on next song So 這是我第一個建議 那第二個建議就是 我覺得我們也不要活在一種幻想裡面 好像寫歌是 都是完全靠著靈感 我覺得靈感只是一部分 就是可能你有一個意念會啟發你寫一首歌 但是接下來你就要真的坐下來把它寫完 那這個坐下來的動作有時候很困難 因為你要真的專注在這件事情上 可能你要把手機啊電腦放在靜音 你能專注然後work 它是一種工夫 一種工作 要努力的 所以不會好像 always都是 非常開心 butterfly的一件事情 但是 有時候是需要 you know 分別這個時間出來 sit down and do the work 所以這是我會給的第二個建議 所以希望大家加油 然後寫更多的歌 不要太完美主義 來吧